今天要談的呢 當然就是 現在大家看到了這個上週五 我們看到錫拜會 錫拜會之後真的有好多好多 我心裡面好想問的問題 而且另外呢就是 俄羅斯方面居然呢 在這次這個對於烏克蘭這邊呢 居然是發射所謂的極音速飛彈 哇 我心裡想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發射到極音速飛彈 這樣子的一個等級了 這個到底是對於 這一次看到的俄乌戰爭 是什麼樣子的意義 有什麼樣重要的意義 一一來跟大家好好的來談一談 不過友誌我們先來從這個 禮拜五那個錫拜會開始談起好了 錫拜會呢我想其實這個重點很多 不過我特別想抓緊的呢 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在這一次我們看到這個錫拜會呢 其實是在我們這邊的晚上進行的 那在美國那邊其實是白天 跟上一次我們看到的那個錫拜會呢 是剛好顛倒過來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可能也是 雙方都講好的 就是你上一次呢 其實是拜登要熬夜苦撐 那這次呢就換這個拜登呢 稍微輕鬆一點 感覺上呢有點是個中美 在對等方面這樣的一個默契啦 一來一往嘛 是一來一往 但是呢這個中美兩國 現在關鍵已經在於 領導人要互相對話了 特別也要針對好多的議題 尤其大家很關注的就是 俄烏的問題 該怎麼解決呢 就要看看拜登要聽習近平的意見 那麼習近平也希望能夠 跟拜登好好的溝通 否則的話呢一再的被抹黑 一再的被放話 這當然不是中方所樂見的 但是呢第一件事情我們要談的呢 不是這個雙方談了些什麼 而是我特別關注到的就是 大陸方面這次其實出新聞稿 速度很快 搶在美國的前面 而且呢就是在這個習拜會之後 一個小時就出爐了 我覺得是非常高的一個效率 那你要知道其實說真的 有的時候我們晚上 工作到這個深夜的時候 其實精神不計 可是好像大陸方面 完全沒有這樣子一個問題 真的是一個高效率 但是我同時也想到的是 這個是搶在美國發布 這個走腳要更快 是不是其實也是要搶話語權 要不然的話這個西方媒體 你這個非登不可耶對不對 我覺得確實是 一定要搶快 那第一本來 東方在媒體站上面 就不如西方 西方要猛打宣傳站對不對 大家知道 那中國大陸就算儘管把環球時報 新華社全部都拉出來 也比不過那些所謂什麼法新啦 加上那些美聯啦 路透美聯 對他一定得趕快 對所以話語權搶快一定要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外交辭令上面 儘管那個進行中 可是其實在之前 前置作業大概都已經做好了 對對對 所以習拜會 雖然那個時間點是在傍晚 可是我想在一兩天前 雙方要談什麼 大致上都會了解 我想他們幕僚們 應該都有所準備 我們那時候上個禮拜那個時候 是我們這邊的9點啦 9點講到差不多10點50分 對兩個小時 對差不多快兩個小時對不對 然後呢 那時候就說拜登後面還有行程嘛 那但其實說實在的啦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 應該有充分溝通的 這個夠了啦 就是這個時間上是夠了啦 這次出來他們兩邊出來都說 欸有實質上 然後另外一邊說有誠意 因為看起來好像兩邊溝通蠻順暢的 但是我覺得前置作業是有的 所以才會有辦法在中國這邊 大陸這邊才有辦法 立即在一個小時 再把新聞稿發出來 是啊 所以我看到的是第一個 馬上要先強調的 就是他說這一次 習近平是被邀請 對 我覺得這個字眼非常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大概應該會非常清楚 習拜會的目的 拜登會想要在這一次的會談裡面 帶給全世界一個消息 就是你要進來 是 那他也得趕快跟大家回應說 這個會談是美國邀請我們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美國說的話 很可能都他自己先射箭再畫吧 我是被邀請的 那但是被邀請的人 卻在第一時間趕快把新聞稿發出來 也是要告訴所有世界各國 在看著 我說話我自己說的為主 對 不能拜登說我什麼 美國媒體說我什麼 我習近平就是這樣 事實上出來也是 西方媒體講西方媒體 你有沒有發現 那中國表達他自己想要表達的 又是這個部分 反而西方媒體很簡單 他就往俄污站 往那個帶 可是在台灣問題上面 反而輕描淡寫 可是在大陸的這邊新聞稿 強調的是從俄污 然後台海一直到世界局勢 就是全部都寫得清清楚楚 一個小時欸 所以我覺得他急於想跟大家講 萬一到時候美國出來的內容 不見得是我完全認可的 不過你看 那這重點來了 就是到底在這一次呢 雙方談了些什麼呢 那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白宮方面只有說 拜登有告訴習近平 那大家當關注的 就是還是和俄污的問題 他說如果在俄羅斯 對於烏克蘭的這邊 有進行野蠻攻擊 而中國又向俄方提供物資的援助 那麼中方會面臨許多的後果 後果 那麼但是呢 這個習近平是怎麼樣的反應 這個白宮方面 就沒有再做出任何的聲明了 所以你就會很好奇 那習近平到底是怎麼回話的呢 但是說實在話 你們看到這個習近平 其實在這一次呢 在根據新聞稿裡面 他談到的有一個點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習近平特別告訴了拜登說 美國有一些人 美國一些人 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的訊號 這很危險 第一 第二 他說美國有一些人 沒有落實我們兩個人 達成的重要共識 等於他第二次再提了 美國有一些人 他說的美國有一些人 到底是誰 那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說 白宮這個的幕僚 就是拜登要很信任的人 才會常常會有這樣子的影響嘛 就是會值得讓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要拿出來說嘛 一定也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分量 那他指的到底是誰呢 我第一個講到的 就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要不然就是白宮的顧問 也就是Jake Sullivan 蘇利文 對不對 只能夠跟楊潔篪上談判桌的 不過就是這些人啊 那還有些什麼人呢 對不對 那但是再者 他說的美國一些人到底是 真的是指美國的一些人 那他講的這個用意 那不就是說拜登 你明明跟我有共識 可是你下面的人管不住啊 是這個意思 有些人這個用詞 我覺得很中性 但是又有一些指涉意味 我在想啊 請教官的問題 我自己的答案 應該直接就是指指拜登 但是在跟主人家剛談完 拜席會 結果呢我一出來就說 拜登這個人喔 如果用這樣主詞 美國或者是說拜登閣下 我覺得這樣主詞的使用太過於尖銳 這外交詞令上不太可能 故意就是我就是說你 你 有些人釋放出錯誤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習主席在這個 習近平在這個部分呢 退而求其次 我用有些人 我至少在談完之後 我沒有馬上翻臉 給外交上一個台階下 但是再帶出來的訊息說 有些人大家媒體啦 包括我們丟去問說 那到底是哪些人 那往後去算 那有可能是布林肯 那我們知道布林肯 就是拜登的意志的展現嘛 又是他的學生 所以你說布林肯影響拜登 然後去釋放出錯誤訊息 故意在台獨上面下骨弓 我覺得那就是變成 指著禿子罵和尚 我明著說 看起來應該是布林肯 應該是Solivan 應該是這些人 但是其實我知道拜登 都是你在背後主導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 他故意往後退一步 但其實還是指著禿子罵和尚 根本就是拜登 我的解讀是這樣 至少在外交詞令上 那如果翻臉了 那以後大概很多事情 都沒有辦法再討論 所以大家覺得 這個到底是指的是誰 美國有一些人 從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口中 而且是在大陸方面 所提出來的聲明當中 看到兩度提及 美國有一些人 那指的到底是誰 有沒有可能是軍工複合體呢 有沒有可能是智庫呢 有沒有可能是國會遊說團體呢 也許也有可能 但是那些人就變成 帶著很可以討論的空間 官員 那就剛剛秦教官講的 有關可能布林肯啊 蘇利文啊這些人 那如果再多的 那就既得利益者 那既得利益者 有沒有是不是也是有可能 可是那如果是他的話 他是共和黨的耶 那以為你們要啟動選舉嘛 拜登是民主黨籍的喔 拜登政府是民主黨的喔 對 這他們兩個 我覺得他是不是也有在指示說 你們自己美國裡面 在選舉在互鬥 那你們拿台海的問題 然後來汲取你們的政治資源 那如果這個習近平領導人 他指的是這個意思的話 那就是在暗指 你拜登現在是被 牽著鼻子走囉 是不是反而川普那邊 如果力量還比你大 故意在台海上面上下騎手 那反而你拜登根本是被架空 所以我覺得 在沒有把事情跟名詞 講得非常清楚的狀況之下 大家都有討論空間 那討論空間就變得 很多人會各為其主 每個人在自己的論述空間上面 但是我個人比較解讀是 雖然他直指應該就是拜登 但是在兩個剛見面完 然後外交辭令上我往後退一步 我說有些人 那我並沒有說你是拜登閣下 就是你 就是你 好 不過我覺得我們這邊有一位司馬殘宣 他特別談到的就是Deep State 對他當然我想這個Deep State 這個指的呢其實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呢的確在美國的政壇裡面 有很多呢其實他們都有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利益 那麼拜登自己本身呢他可能他到底有沒有所謂的中心思想 還是說他其實一直是不斷的在搖擺 怎麼樣對選情有利 那我就要導向誰的意見 怎麼樣能夠對我的勝選 或對我的連任有幫助 那麼我就導向什麼樣的意見 譬如說我可能之前我比較不想要跟川普站在一塊的 對不對 因為我選舉的時候我一定是跟他站在對立面嘛 就是要說出川普的種種不適 可是等到我一上任了之後 我發現沒辦法 我沒有辦法繼續 那我必須要稍微調整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說 他怎麼跟川普越來越像 或甚至說比川普還川普 不是就有這樣的話了嗎 對 那麼包括在對於中國方面的一些政策 還有打貿易戰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點做的 比川普都還要更過頭了呢 那麼難道說其實就是 美國自己本身有很多的精英在裡面 這些精英呢是拜登所管不住的呢 所以才會有這個所謂的deep state 那跟大家稍微這個解釋一下 也謝謝這個剛才我們這一位司馬 提供的這個意見 也非常感謝你喔 所以我覺得未來應該會慢慢的看得出來啦 因為習近平釋出這樣的風聲 會不會有一點鮮蛙洞 那未來這兩天這個禮拜 美國部分如果誰先跳出來 否認有些人的這種說法 那不就是他了嗎 所以啊 這個我覺得就是因為 很高 我認為這個技巧是很高 對對對 所以我也就覺得說 這的確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我注意到了 那也特別就是跟大家來聊一聊 那也很希望大家能夠來想想看 那到底這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特別他講的是誰 講了美國一些人 但是又不直接點名 但是又把這個意思帶了出來 其實也許他就是說 哎呀拜登啊 我們他是好朋友吧 那這個你下面的人沒有管住 你不相信是你啊 你要注意一點喔 不要大權旁落 對 對 你的對手共和黨 正在那邊亂搞 對 你也管不了 你搞不好輸他呢 對啊 你任人群謀亂舞 那那麼影響到了你的這個執政 影響到了你的威信 對不對 那當然不好 我是在乎你的 我是在乎美國的 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中美貿易現在就不能 就關係不能夠再這樣子僵持下去 對不對 或甚至是惡化下去 對雙方都不利吧 不利啊 可是如果有人在這個 有些人說法裡面急了 對 然後自己跳出來 那不就叫對號入座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這用詞 還蠻有外交上面的技巧 萬一真的這時候跳出來 那不就坐實了 習近平說有些人那就是你啊 如果是軍工複合體的那幾個參議員 眾議員突然跳出來 你這樣的說法 我們一直都以一個中國原則 跳出來大罵 那不就是你了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對話入座這一招 其實還蠻高 但是這兩天好像 比較沒有看到美國國會 或者是相關智庫的人 跳出來目前為止 好當然是持續關注 不過我們看到呢 在這次這個習拜會之後 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 各方的反應了 一個一個談 包括呢 我先講一下美國好了 你看拜登要去歐洲囉 就是在本州喔 然後呢 他要訪問的 就之前傳出來的嘛 包括北約 北約在哪裡 比利時布魯塞爾要去了 波蘭他也要去 波蘭要去我真的很好奇 到時候呢 如果在場又有記者 問了一樣的問題 這飛機的問題嗎 對 這難民的問題 難民的問題 那時候這個賀錦麗副總統 在那邊去 面對記者問的時候 他不是還哈哈大笑 先去看著這個波蘭總統 看了一眼 就是這個問題 是不是你來回答 然後呢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結果呢 這個當場 大家還哈哈大笑 把大家嚇住了 這次我想拜登不至於 這個外交還是比較有經驗的 美國的這個總統拜登要去波蘭 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要怎麼樣來去解決 相關的問題 包括難民的問題 好不好有致 其實你看這個氣氛 你看就是在習拜會了之後 馬上要去歐洲 然後呢 在去了歐洲之前 已經開始聽到風聲了 是不是應該開始 可能要對大陸方面 也可能要繼續來進行 這個所謂的制裁了 制裁不是在制裁俄羅斯嗎 這時候開始在講說 可能是不是要有所謂的 Secondary sanctions 制裁輪到中國啊 對這是什麼意思呢 看起來整個主旋律 西方一直在問中國說 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不跳出來呢 你是不是打算要提供協助給他 那中國這部分 一定不能被這樣子坐實 因為坐實 不管對俄羅斯 對他好朋友烏克蘭都不利 但主旋律就非常的緊 一直不斷的往那裡頭去走 中國你不制裁的原因 是不是要跟俄羅斯站在一起 就變成好像二分法 你制裁了 我們就相信 你跟俄羅斯不是站在一起 那你不制裁 那你就是俄羅斯站在一起 而且我懷疑 你說的是不譴責啦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都是在要求 不譴責不制裁 對不對 第一時間是在討論 譴不譴責 那時候他給 包括王毅一直釋出來訊息說 為什麼要譴責 譴責有什麼用 如果譴責有用 早就已經戰爭解決了 那再來就是第二步 一直在加深說 那你要不要提供制裁 那如果制裁下去 那就是要斷俄羅斯 所謂人家說 提供給中國的後期 包括西伯利亞那個天然氣管線 包括人民幣可以使用 包括後面的那個 糧食的購買 那如果斷掉 那就表示制裁了嘛 那如果真的做了這一步 那就是讓中國跟俄羅斯翻臉啊 所以我覺得西方 美國一直在一步一步的 要把這個東西坐實了 中國當然也不可能 就被你這樣拖下去啊 是啊 我得趕快反擊啊 對 但你知道 其實現在因為拜登要去 通常通常要去之前 應該都已經談好了 對 譬如說去了以後 一定要有一些 所謂的成果的展現 你知道像成果發表會一樣 就是一定都要先談好 那下面的都要先去談 然後呢 對 就是彼此之間 大家達成到了一個共識的話 那拜登等於只是說我人到了 然後我直接去宣布 就是我說了算 然後我是帶領著北約國家 我們共同達成的一個所謂共識 然後包括還有這個歐盟國家 大家也都認同 就是在旁邊一起什麼化修 化修 第二波制裁要開始 所以 對 就是讓人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明明看起來制裁 就是或者是譴責 就是你剛剛講的 有用嗎 看起來暫時不但沒有減緩 還有一種所謂 所以可能要升高的態勢 為什麼要說升高 等一下有知分析一下 那可是呢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擔心的是 你去就直接的就是 不僅僅是要再進一步的 針對俄羅斯 可能是說 現在可能是能源的部分 要再加大制裁的力道 或者可能還有其他的部分 以及連帶的 還會波及到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就是不願意譴責 甚至當然更不用說是制裁了 對不對 你看在聯合國 整個投票的過程裡面 有幾個國家沒有參與 對啊 這麼多的國家 要不要先去問一下印度 先去問一下印度 對 來問一下印度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 拜登去歐洲 當然第一個是鞏固他自己 北約國家的信心嘛 大家一起 那跟請教官講的 我們都已經決定好了 去的行程只是 不管是布魯塞爾 或者是要到波蘭 一定都只是端出一個 或者我下一步要怎麼做 那跟最後把中國也逼進來 第二步制裁的行列 我覺得還有一段距離 目前為止看起來 還沒有這麼的緊密 因為剛剛以上列出來這些國家 跟中國的合作關係上 沒有非常的緊密 那但是至少先坐實了 北約跟美國 還是會在同一個陣線 是不是也是間接給中國施壓 我的朋友越來越多 對 那很多朋友 很多我們兩個共同交集的 我會漸漸的往那邊走 我走完歐洲 我是不是往你的 已經布好線的中東海灣 然後我整個都慢慢的過去 可是我覺得拜登 似乎把自己的制裁力量 可以依乎百諾的能力 有點高估了 因為看起來光是印度 剛剛你講的印度這個部分 他不甩啊 我照樣要做我的事啊 我照樣跟俄羅斯去買 有打折的石油好不好 對啊 這就是印度的表態 包括印度跟俄羅斯 這麼長久以來 軍事合作的關係 沒錯啊 光這個破口 四方會談裡面 這麼堅實的夥伴 拜登都沒辦法突破了 那你要不要先解決 印度的問題 先解決你盟友的問題 擱置先擱在旁邊 先放著 因為我還需要印度 對 所以我先把這邊 歐洲先處理完 但是大陸呢 中國大陸呢 對於美國來講 哇這個現在呢 動不動就是說 你應該要譴責 而且動不動就直接扣帽子了 就說 中國方面有提供俄羅斯軍援 軍事方面的援助 什麼無人機啦 太多了啦 所以呢 這個時候 就一步一步的什麼 就是步步進逼 但是現在呢 看到不僅是美國 還有包括英國 有知我看到英國首相強森 欸他也來嘛 他現在呢 甚至還說 在這個支持俄羅斯進攻呢 就像是在二次大戰這樣 這個是在支持什麼 支持錯的一方 選擇錯的一方 所以現在中國呢 你應該齁 這要想清楚 不要去選擇邪惡的一方 他是這樣講的喔 然後就說普丁是在建立一個 新威權主義的 新的世界秩序 所以警告中國 你可能會錯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你選擇的是邪惡的一方 他所謂的邪惡跟錯誤 難道都是他說了算嗎 其實是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這上個禮拜一系列的活動 都在於把普丁戰犯化 對 你看他所有的動作 就像民進黨在做一個 認知作戰一樣 是 民進黨要摧毀一個他的對手 包括韓國瑜把草包化 對不對 他包括言寬恒 他把他黑道化 這所有的選舉 他就先做認知作戰 後面就好解決了 你只要跟言寬恒 跟韓國瑜站在一起的 就是草包就是黑道 你不覺得這同樣的 西方媒體的做法也是一樣 先把普丁戰犯化 包括強森他也是在講這些東西啊 你看這個就是一個戰爭的發起者 那你要跟他在一起 那你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再延伸到拜登的主旋律 中國你確定要跟這種人 站在一起嗎 其中還加上非常多的其他的橋段 包括國際法庭 你要記得國際法庭上面 13票對2票 就通過一定要俄羅斯 現在馬上放下屠刀 歷歷成佛 因為你已經是侵略了 我覺得他已經在戰犯化普丁 然後把整個俄羅斯入侵做實了 然後最後把中國放進來 我證明了一個 你跟俄羅斯連結 你已經戰犯化了 被妖魔化了 結果這樣子一個戰犯 這樣子一個妖魔 你中國卻私底下 不做任何的譴責 那你就是妖魔之一 但是現在不僅是西方國家 你看到烏克蘭 烏克蘭你不要忘記 其實他其實本來是中國好朋友 中國為什麼要說保持中立 其實呢一方面 俄羅斯還有烏克蘭都是好朋友 可是現在烏克蘭的態度 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認為 至少他在 他公開的這個說法上面呢 就認為說你中國跟俄羅斯 你現在是一國的 你中國已經是選邊站 而你選的就是俄羅斯 否則的話為什麼 這個烏克蘭方面的官員呢 一個一個開始連番在炮擊 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給大家聽聽看 包括烏克蘭方面 你看這個總統的顧問 他說他發推特 他說如果中國政府做出支持文明國家 譴責俄羅斯入侵行動的正確決定 那麼將成為全球安全體系的 重要組成的部分 那麼這就會是中國的國防議題 可以跟世界其他的國家 平起平坐的機會 有之我第一個反應是 中國現在他說 將成為全球安全體系 重要組成的部分 他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 然後他現在是說將成為 難道不是已成為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烏克蘭的副總理 他現在說北京啊 你應該要趕快去反對俄羅斯 也是同樣的要求要譴責 因為我們要的不是棉被 我們要的是武器 最主要呢他就是在回應 大陸方面都什麼 都一直指說 我們願意提供人道援助 但是呢就是不願意提供武器給我們 他是在幫助俄羅斯 他講的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中國一直在努力的 試圖讓自己跟這一場戰爭 或者是說 特殊軍事行動也好 一直試圖能夠保持距離 可是這個努力 似乎被整個西方國家 甚至烏克蘭本身 一直要把它用議題上把它拉近 你看包括秦剛也都一直講 他接受媒體訪問說 我有幫忙啊 可是我幫忙的是人道 我不在戰爭上面沾上邊 那人道部分呢 我該給的牛奶 我該給的物資醫療 我都給啦 結果緊接著 而且我還會繼續給啊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再加碼都可以 今天都還有啊 最新就說什麼 1000萬美元的援助 是提供給烏克蘭金錢方面的援助 對 可是接受的人 他先反而出來講說 對不起喔 你給我那麼多棉被幹什麼 我要的是武器啊 他也就是說我的武器 其實武器不代表真的只是外版 可能不是戰爭上的武器 他的武器代表說 你要幫我譴責俄羅斯 制裁俄羅斯 這也是一種武器嘛 因為這場戰爭 行銷關之前已經定掉了 包括軍事戰 經濟戰 外交戰 對不對 武器 不只是軍事化武器 包括制裁啊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這部分 是很聰明的 你給我棉被 但是給我一點點武器嘛 這武器包括你表態嘛 幫我制裁俄羅斯 那也就可以了嘛 可是問題是 這個部分大陸能夠下去嗎 如果他下去了 那他不就被坐實了 他也是戰分之一 因為我剛講整個西方 已經把普丁戰犯化了 你跟他站在一起的人 全部都會變成戰犯 包括前一陣子被大家譴責制裁的 包括連不願意幫忙的波蘭 提供飛機都被歐盟所制裁 我跟你講其實現在烏克蘭 當然我也很同情烏克蘭人民 現在目前的處境 他們非常的艱難 這點我必須要這麼說 但是烏克蘭政府呢 澤倫斯基這位領導人呢 到底在幹嘛 現在呢是什麼 現在是一直不斷的在抱怨 譬如說中國大陸給他的援助 中國大陸給予他一些支持 他都認為說這個不是我要的 那麼對西方國家一樣哦 他不是只有對中國這樣 他對西方國家也是這樣啊 你看他對於美國 是不是一直在喊 我們要的是攻擊型的武器 而不是只能有防禦型的武器 然後對著整個北約 對著整個歐盟 不是一直都在喊 對啊 我要進航區 怎麼就是不給我 我要加入北約 你們就是不讓我加入 我要進歐盟 然後呢我還要繼續努力 但是你們什麼現在呢 都不趕快給我一個快速通道 讓我進入 也不斷的在那裡一直要求 一直在那邊主張 然後澤倫斯基就是頻頻的 在各個不同的國家的 國會上面演說 這個是真的能夠指戰的好方法嗎 當然不是啊 這一定是越吵會越兇 但是烏克蘭這種方法 我個人是判斷 他絕對不可能出具 澤倫斯基一個人之手 他背後一定是美國 當然 他所有現在要講的話 一定是美國受益 那些台詞說不定都是 布林肯已經都寫好的 你該這麼說該這麼說 那因為我這邊 我美國有美國的主旋律 你要配合在我這邊 幫我後面推個 三個封點個火 那我們主旋律就造成了 造成什麼 把中國拉進來 因為這場戰爭 已經不是俄羅斯 跟烏克蘭的戰爭而已 是全世界的戰爭 那不是軍事上 但至少也是經濟上 外交上戰爭 那如果我把中國選邊戰 或者是邊緣化 中國你選一個 烏克蘭這時候加碼下去 就可以把所有人 全部拉到這個盟友裡面 中國怎麼可能在這裡 又背叛俄羅斯 又背叛烏克蘭 要嘛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他怎麼可能去做選擇 選擇俄羅斯得罪了烏克蘭 選擇烏克蘭得罪了俄羅斯 所以他也知道背後是美國在操控 希望他被妖魔化或者是盟友化 不管哪一個中國都很慘 可是澤倫斯基他根本就只是一個傀儡 他在上頭只要對中國講兩句這個話 中國對於這個好朋友 他必須要給他一點回應 所以就變得他很左之右處 所以這一次就變成看習近平的 或者他整個大陸團隊 外交團隊的回應方式 澤倫斯基真的就只是 一直在情緒勒索 因為他也別無他法 他唯一的招數就是 在萬一烏克蘭被徹底的擊垮之後 他至少還能夠保有 英雄式的尊嚴 他下一步要能夠東山再起 或者是流亡政府 或者是在烏克蘭 真的開始和談的時候 我還有更過空間 因為我後面還有很多爺爺奶奶在啊 爺爺奶奶誰啊 包括歐盟啊 包括波蘭啊 包括美國啊 爺爺奶奶在 不是我一個人在對你俄羅斯啊 那萬一有個中國站在後面 俄羅斯跟中國兩個兄弟 那就不好了 如果中國現在靠向盟友這邊 全世界孤立化俄羅斯 事情就好談了 所以澤倫斯基我覺得 沒有想像中這麼笨 是因為他後面有整個美國在支持 他的旋律來自於美國的主旋律 所以他現在講的話 勒索 難道不是美國意志嗎 的延伸 勒索歐盟 美國一定是利用他來跟這些歐盟講 給點東西嘛 可是他自己講又難以啟齒 我至少是北約的老大 可是如果有澤倫斯基來做情緒勒索 這些人變得很難不幫忙 所以我覺得整個現在還是美國 變成美國跟中國 變成兩個互相必須要拉扯選邊 是啊 那你看現在大陸呢 大陸態度我開始覺得有一些不一樣 應該是說立場還是非常的堅定而不動搖 可是呢在做法上面 我感覺到有一些變化 真的嗎 這個變化呢就是所謂的西方的宣傳戰 我們必須要開始加大力道去反制 因為一開始我們看到呢 總是透過大陸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 每一天回答外媒記者的提問 然後呢來表達中方的立場 但是呢現在開始你看到的呢 包括像是大陸的駐美大使秦剛 那他呢不僅僅是投書到華盛頓郵報 做這樣的事情之外 其實他也增加了 對於外媒接受專訪這樣的一個曝光的機會 也表達中方的立場 這個所謂的反宣傳戰 我覺得已經啟動了 那麼有志那其實你看到的是 現在因為呢這個宣傳戰 宣傳戰一直不斷的是讓 的確很多的西方國家的人民呢 通通都是什麼 一面倒的支持烏克蘭 然後呢完全忘記了就是說 這些政治人物或者我們講說 這些領導者們 那他們呢可能有一些什麼樣的盤算 這些大家幾乎都不去管他 然後呢就只是一味的同情啊 然後你說情緒勒索 那大家都是被勒索啦 對可是呢就是非常的支持 包括澤倫斯基啊對他很同情 對他很讚賞 可是對於事實的真相 你覺得有多少幾分理解 對那對於大陸方面可能就會 因為不譴責不制裁 然後呢就反而就把 中國大陸視為俄羅斯的同路人 對啊其實這一點其實你看到 就是秦剛 我看到他在接受這個專訪 GPS 對那為什麼不譴責 俄羅斯被問到這個問題 那他就說別天真了 譴責不能解決問題 譴責是太天真的行為 這是他定調 第二他在之前還特別呢 也去會見了這個 美國的副國務卿雪曼 去特別要去表達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立場 那拜登之前 他重申四步一無異嘛 對那這個中方也非常的重視 然後要增加跟美方對話的 一個管道跟空間 我覺得澤倫斯基喔 我還是講回來 先講澤倫斯基 他在所有的各個國會 剛剛上禮拜請教官給他一個名詞 叫做拼國會出席率 而且你會發現 他對於每個出席的國家 都有他一套說詞 到英國講邱吉爾 客製化啦 客製化 對不對 到德國他就把柏林偉牆拿出來 他每一個好像似乎 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很了解你們 我的處境就像你們當初的柏林偉牆 像當初的邱吉爾一樣 你們為什麼不幫我 然後呢 可是他能夠得到什麼實質效果 然後呢 現在還是繼續啊 就在說 我要跟普丁對話 我要跟他繼續的談 然後呢 普丁就直接來個集音速飛彈了 哈哈哈哈 這就是他的回應啊 直接就給你一個解決啊 而且還不是一次 是兩次集音速飛彈 對啊 這澤倫斯基的策略 他只是跟著美國的屁股後面走 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那西方媒體也一直要見縫插針 現在中國這必須要再訴諸西方媒體戰 哪裡點火我哪裡去嘛 那那句話我覺得講的就是坑腔有力 你太天真了 天真的背後 其實我覺得中國有中國的主旋律 這個太天真了 秦剛再繼續論述的就是說 你根本不了解整個事情 背後發生的原因 你以為這樣子譴責就可以 把戰爭抿平了嗎 很多必須要延伸的就是 你有真正了解俄羅斯跟烏克蘭發生的問題 所以在那個 我剛剛講的國際法庭 13票對2票裡面 當然那兩位法官 一個是中國的法官 一位是俄羅斯的法官 他們帶出的訊息 就是針對秦剛的主旋律一直走 就是說你們完全不了解 整個烏克蘭的背後 到底跟俄羅斯發生什麼關係 你們西方卻只是在 2月24號的時候用戰犯話 然後把普丁跟俄羅斯 那你要我中國幫你解決什麼 你美金先射箭在畫靶了 你這時候一直要我們中國下去 難道我把這事情解決了 我先得罪一個朋友 那下一次你是不是拿這個朋友 再來對我 我中國沒有那麼笨啊 我怎麼可能一直跟著你西方主旋律 一直走下去 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而且我得罪兩個朋友 好 那大陸其實你看官員 就是秦剛現在在帶頭嘛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很多對於大陸方面 大陸要強調說 這些都不是真實的 這些都是做所謂的假信息 錯假的信息 所以要趕快極力的這個否認 並且呢要告訴大家 其實什麼才是真的 那麼大陸的副外長 那他也特別談到 就是說你看對於西方 這個現在很多這種 對於俄羅斯 是鋪天蓋地的制裁 他直接就說離譜 就是給兩個字就是離譜 因為對貓啊制裁啊 狗啊制裁啊樹木制裁等等 大家都可以看到 麥當勞制裁 我不用贅述 對 可是呢沒有用啊 所以重點在於 你覺得這個有用還是沒有用 如果俄羅斯 他現在是真的怕了 那他軟化了 開始屈服了 說好那我也要談 那好辦啊 那就繼續制裁 繼續的譴責 因為他會怕 可是現在目前 整個事情發展的方向呢 完全又看不出來 他有一絲絲態度軟化的跡象 有啦之前有人說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談的啊 我們也是要往談的方向去進行 可是當他看到就是一面倒的 大家都是譴責俄羅斯 好像我有多壞 然後呢通通都站在烏克蘭這一邊 然後烏克蘭又在那邊 跟西方的國家 我悲情 對一直不斷地在那裡打悲情牌 你說對於普丁來講 他是心中作何感想 那如果真的想談的話 他又覺得你可能 根本是沒有誠意的 所以呢 就乾脆就直接來 所謂的極因素飛彈了 Cardisc Bastard Cardisc Bastard Cardisc Basta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